而佛华就是多元文化的教室。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社会,阶级观念很深,很不平等, 宗教更是复杂。 今天你们常讲,96种啊, 比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复杂多了。 释迦牟尼佛展现高精等的智慧, 圆满的智慧,能把这些问题化解。 令一些众生互相尊重, 互相的关怀,互相合作。 生活在大慈悲之中。 这个是真实智慧。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三个真实实实在是太宝贵了。 这三个真实, 才是报恩的大圆满。 开发行是真实之计, 这一句话, 要用我们现前前前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一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 。 主真实实在计算 filled, 生活在高度智慧中, 不算烦恼 凡复的生活是烦恼的生活 忧虑的生活 困惑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是智慧的生活 自在的生活 快乐的生活 我们要能理解 要知道如何学习 学是真实之机 就是我们起心动力 业与造诅 要与信德相应 真实之机是信德 真如本性 那么真如本性是什么 说得清楚一点 说得简单一点 我们今天提出了十个字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那就是真实之机 我们的起心动力 一切作为 与这十个字 是不是相应 固然相应 你就是 显示 真实之机 唯有显示 真实之机 才是真正帮助众生 汇于真实之力 给众生 真正的利益 真正的好处 是要我们自己 做得相应 自己做得不相应 说得再好 也是往上 谁相信你 你说到 你要做到 才行 我也 告诉论坛里面的朋友 今天来提倡 来弘扬 来推广 多元文化 那是佛菩萨的事业 我们怎么不关心 有空 Mais 基本上 进 002 人 这 您 你们 我